当中还有一些漏在外面 就挑在衣服或者袋子的外面 然后挑了多长 因为那么长时间以来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 我也没见过那样的事情 所以觉得当时非常的惊讶 都一时缓不过神来 正当民某个同事 惊讶地看着这一幕时 这几名男子已经拿完黄金 朝门口走去 所以我们反应过来了以后 就马上就喊保安了 我又喊保安了 然后我们旁边的导购 就叫资宝贵的人提醒啊 提醒他们啊 听到那个烟酒柜 一个员工说 好像那里有人在撬那个玻璃 可能有人在偷东西 然后第一时间我就 我想他们肯定拿东西了 一般的都会跑出去的 所以我就一直跑到大门口 出国追溯以后也没发现其他的 有的也有的骨骼 也就跟新人一样 也就跟平时走路一样 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情况 然后我就赶到珠宝贵 我们有三颗黄金的 都没有都是空的 还其中有一两根也断了 此时黄金柜台的营业员们 才刚刚发现 黄金项链消失不见 手势盒里空空如也 大家一边打电话报警 一边向老板报告 没想到电话刚解通 新店老板就到达了现场 老板怎么会这么快 就得知店内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新店老板在案件发生前 就通过自家联网的监控设备 看到了柜台的异常情况 我去看他那几个人站在那里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没对劲 今天老板住的地方 就在超市大楼后面 当他发现柜台有异常情况 便立即赶往店面查看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已无法阻止恶梦的降临 很快大批警察也赶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勘查 警方发现 现场有三个柜台 而实际的黄金柜台 位于三个柜台的中间位置 通过我们对这个现场全部勘查完以后 这个清点就丢了大概有三十亿条 这个黄金项面和手面 总重量有九百多克 这个全部是千竹筋 按照当日的黄金排量排降 这个折扇以下大概是二十三万左右 由于案发现场 装有视频监控系统 警方立即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 进行查看 从最开始接住这个柜台 到这个最后拿了这个 经营手术跑掉的时间